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老蓝福利关怀协会在重阳节前夕 举办陪长辈逛卖场的活动 邀请到企业志工陪伴身体逐渐退化 无力购买生活用品的阿公阿嬷 来欢喜购物 志工们陪着长辈逛卖场 挑选生活物资日常用品 长辈们的脸上充满笑容与期盼 逐一选购自己想要的物品 老人福利关怀协会在重阳节 举办此项活动 邀请到大同区景星丽长辈出油购物 减轻弱势长辈生活负担 更有轻盈共办的意义 很高兴 很高兴 看得到要买 对吗 那你又杯什么 要这 有波兰咖啡 过去 过去烟麦 我都喝这 其实这几年我们逛卖场的活动 是办了很多场的 也不是做在北部办 其实我们上个月高雄才办完一场而已 所以我们一年大概平均逛卖场的活动 北部加南部大概差不多会是在五场到六场左右 其实过去我们一直都是送物资到长辈的家里面去 那我们看到很多长辈其实他是很期待能够出来走一走到户外走一走的 那有的可能行动不方便的种种因素 那后来我就想到说 其实我如果说我们可以带长辈出来外面走一走 能够选购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这样子也是对他们讲是一种心里面的一个快乐 因为快乐其实很难 就是你送东西给他他是快乐 可是那个快乐可能只有三分 可是你带他出来逛卖场 他那个快乐可能是七分可能是八分 所以我们才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其实我们主要是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独具长辈 第二类就是低收入户 第三类的长辈就是时光长者 因为时光长辈其实是我们协会长期在关注的 在照顾关怀的一个对象 因为时光长辈说实在的在台湾这个社会 他是属于比较边缘的 比较弱势当然是不用讲的 那因为社会对他们有一些 不一样的角度的一个对待跟看法 所以这个领域的这个团体 这样的一个对象的话 其实是比较少被人要关注的 他们是属于低收中低收 或者是独居老人 然后有的是身心障碍者 我们第一次跟老鞋配合 那当然我们里面其实之前就已经有在免费提供餐点 对那我们老服这边是第一次 我觉得很棒 我们在RE这个行程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已经在想我们要买什么东西 对或者是可以买什么 对对对对 他们都满心期待 逛卖场对一般人来说习松平常 但对于外出困难的独居长辈而言 却是很艰难的行程 协会特别以专车接驳 志工全程协助选购物品 让行动不便的长辈也能走出户外逛街 购买想要的生活物资 并且透过聊天与陪伴感受到关怀与温暖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 深层市人工智慧为影音创作带来重大的变革 也让假讯息制作更为容易 政大数位传播文化行动研究室与中华白四代关怀协会 共同举办2023媒体天空领航员 秋季媒体论坛 邀请传播学的教授与新闻媒体人对谈 提供参与者在AI浪筹下的反思空间 一起来关心全球各地的气象消息 电视台AI主播生动流利的播报新闻 掀起热门话题 也宣告深层市AI正为影音产制带来重大变革 它提供创作者更多工具 也产生更多的问题与挑战 2023媒体天空领航员 秋季媒体论坛 邀请传播学教授与新闻媒体界人士语谈 聚焦深层市人工智慧AIGC 对影音产制与智慧财产权的挑战 以及假讯息与乐听权益及社群行销的影响 我们这次深层市AI和假新闻假讯息这样的论坛 最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今年暑假 其实好莱坞很多的影音产制者罢工 那最主要他们罢工的原因是因为觉得深层市的AI 其实对于一些创意工作者的工作权产生许多的困扰 那因此我们这一次正大的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就跟白塞关华协会 我们每年秋天都会针对一些新进的议题来做媒体论坛 那这次的主题其实我们在早上我们会有邀请到之前的大法官 也就是蔡敏辰教授来谈到说 那在文创产业的这一块的智慧财产权 碰到深层市的人工智慧AIGC 那这个部分以后要怎么样来因应才能够善用它而不会触法 那当然同时我们也邀请了正在做许多内容产制的卫星工会的代表 秘书长来跟我们的大法官对谈 那同样的在今天上午的第二场 他也是谈到这个AIGC深层市人工智慧 他在影音上目前创新在一些的内容频道上有哪些做法 所以我们也要请到一些电视台 他可能用到的是一个AI主播 那也有一些电视台他用到的是一些AI用在社群上面的一些创新的方式 我们请他来分享这样的经验 那么在下午我们的两个的假新闻跟假讯息的两场 其实第一场比较针对的都是在目前所谓的假新闻 他到底是怎么样传递的 然后假新闻为什么有些人他怎么样去面对假新闻 然后假新闻在一些的媒体素养教育可以有哪一些的因应措施 那在第二场我们就会针对比较是社群小编 因为我们现在蛮多的年轻朋友或是大家兼差都会要做社群小编 可是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 现在的社群小编其实还要肩负于反制假新闻 那反制假新闻如果牵扯到国与国或者是政党之间的一些不同议题的时候 他就会牵扯到网军的议题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许多的世代在找网络小编这样的工作 那这个工作怎么样可以让他做的符合言论自由 但是又不要去触法不会影响到霸凌 或者是造成一些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杨慧如的事件 网军杨慧如后来就是有被因为妨害公务被起诉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在做网络社群小编的一些朋友能够小心 那因此这是在社群平台的这一块 我们会针对假讯息来发表三篇相关的论文 由于AI科技的快速发展 让假新闻假讯息的产制更加容易 约听大众该如何辨别也是重要课题 生成是AI的话我们发现因为同学也都很会使用 不只是查资料甚至写作业简报都可以使用 因为真的很方便 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得 就是平常同学讲话都非常的开放自由跟直白 但是当他说话或者是在文字上表达特别文周周 而且不是这个人平常说话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这是用AIGC生成出来的 那另外就是还是会请大家去 目前他所谈到讯息的一些相关的单位 不管是公部门或私部门的官网去查证 这个查核很重要 免得他自己也受骗上当 然后又传给他其他的亲友 造成不必要困扰甚至造成自己处罚 面对生成是AI对影音产业带来的巨变 以及假讯息传播在更多层面的影响 产观学界及约听大众如何因应 在科技浪潮下已是无可避免的挑战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议 常年推广媒体素养教育 今年更首度举办 给我五分钟媒体素养短影片竞赛 吸引了超过百位师生 共同参与创作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首度举办给我五分钟 媒体素养短影片竞赛 吸引超过百位师生 共同参与创作 网路投票也有近1500位民众参与 其中高中子主首奖 以及人气奖得奖团队来自台中市 名道高中 作品加一以傀儡及面具为隐喻 呈现数位环境中的负面社群文化 反思网路匿名性造成的问题 现在网路上很常会有人 就是不管内容也不看内容 就是直接去留言加一 就是跟随他的那个留言的风向 那我们想要表达这个方式 是一个错误的 就是很常大家会没有思考就跟着去 可能是谩骂或是之类的 那我们也想要用透过面具 还有面具掉下来之后 内测是黑暗的来表示 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些匿名的网友是谁 那他们的内心也都是黑暗的 我觉得我们这部剧里面就是特别 就是我蛮喜欢的桥段 是傀儡的部分 就是我们想要用傀儡的方式来解释 就是现在网路上很多带风向的行为 然后其实日常生活中 其实也真的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大家很值得去行私的 大专校院主方面 首奖以及人气奖的奖团队 来自昆山科技大学视讯传播设计系 作品键盘之后 借由主角与父亲的关系 带领观众反思网路上一言一行 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 主要想要成人是就是一个女生 然后她在网路上就是平常生活就很压抑 但她就是在网路上发现她自己的压力 然后最后就是 因为她爸爸遇到就是被女生误会 网红就是类似网军的感觉 就开始扒临她爸爸 然后她就在网路上觉得说 对啊 这种人就变得太看表面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她后来发现 那个人是她爸爸知道她自己反而后悔 对 因为有些人就是在网路上 只会看到表面 没有办法去看到很深层 然后当她在你身边的时候 可能就会 你会后悔 或者是在想说 为什么我当初有这种事情 评审团主席刘慧文表示 评分标准从创意 主题及技巧 三个方向来评分 作品中可以看见年轻学子 用各种形式表现创意 传达对媒体素养的概念 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媒体素养 可是确实有蛮多组同学 就锁定在假资讯假讯息的这个防治上面 那他们在表达上面 有的同学是从主题上挑选说 谁最容易受害 有些是从怎么样去跟讯息沟通 然后了解讯息的来源跟辨别真伪 那有些同学会把这个现象 描述得非常的仔细 那所谓的创意经常出现在 表达的形式上面 比方说他们有时候会邀请 长辈来入境 有些会用一些比较动画 或者是这个对话框的方式 来呈现他们想要表达主题 那有一组同学他们是用这个塑胶玩具 来表达他的主题这样 所以就形式上来说是很多样 那即使是同一个主题的表达 他们也有很细致的发挥 那就这几件事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 那首先我想可能要请同学 就是说如果愿意参赛同学 可以先看看今年的作品 还有其他比赛 类似比赛的作品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创意 所以越了解别人 就越容易有发挥的空间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我们也非常欢迎同学小题大做 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观察到什么样的小的主题 或小的资讯 是适合让他用演像的方式呈现的 那我们都非常鼓励同学 把小事情把它做大 因为这代表了 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其实都需要处理资讯 那第三个就是说 同学有些可能会认为说 我手上的机器不是那么好 是不是会影响 其实我们比较看重的是 整个呈现上的流畅度 所以同学即使用手机拍 我们都觉得只要你能够把你的 idea做比较好的脚本 然后做比较流畅的发挥 这个倒是不用特别 就是特别觉得沮丧的地方 在数位汇流时代 学生们都是数位人著名 美观董事长罗世宏表示 希望透过短影音的制作 让学生了解媒体素养的概念与议题 并唤起全民对媒体素养 我们认为说在数位汇流 而且假讯息泛滥的今天 全民都应该要有足够的 这个全民媒体素养 来因应数位时代的挑战 而当今的阅听人 已经不再是被动接受资讯的阅听人 而应该是一个主动 具有产志能力 能够跟别人协作 而且关注社会 参与社会 能够共创社会共好的一个积极公民 因此这一次给我五分钟 短影音 短影片 媒体素养的影片竞赛以及展览 就是希望能够提高大家 对相关议题的重视程度 而且能够参与到这个媒体素养的教育 作为一个学习者 而且也帮助别人学习的一个积极公民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举办 但是很意外的就是参与非常的热烈 我们希望今年只是一个开端 未来能够在今年举办的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在明年扩大举办 给我五分钟系列展览与活动 10月21 22两天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 现场展出竞赛作品 以及媒体素养教案教材 与优质儿哨节目内容 欢迎民众共享盛举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文安 桃园市长张善震 金融市长谢国良 西美市代理市长刘和然 齐聚2023远见高峰会 畅谈打造北台湾移居生活圈的想法 回顾一年施政 展望未来跨域合作 打造城市生活的风格概念 基北北桃合作的1200元交通月票 将城市相互连结成生活圈 创造经济产值 近领碳拍的成效 在打造移居生活圈高峰论坛上 思维市长也对施政近一年的成果 与展望侃侃而谈 未来在我认为 我要把台北市打造成 第一 Founder Friendly City 创业家友善的城市 我们全面动起来 第二 AI Driven Smart City 一个以AI为导向 核心发展的智慧城市 第三 我也跟高岛市长讲 台北跟福岡市 以及之前我去首尾跟首尾市长 面对面看 包括之前到上海 我也跟这些城市讲 我们希望即刻来落实 我们双方 两座城市创业家 创业基地共产计划 也就是双方 两座城市的创业团队 创业家 互访到各自城市 只要需要创业空间 我们都可以共享 我想是即刻来落实 所以这是台北市未来 发展的一个愿景 方向目标明确 所以可以创造 我们首都圈千万人口 跟基地共产市县市合作 一起努力 我上任以后 譬如说医院午餐免费 或是小学里面 这些中小学老师 这些非正式的老师 全年聘期 让这些学校教育水准 能够提升 老师能够安心地教书 让这些劳工说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直接去补贴他的薪资 可是他的这个 因为劳工相对都比较年轻 可能他们的小孩在就学 所以这个营养午餐 不要在你 大长不干 你们的学校老师 要让你们放心 他们绝对会非常安心地 把小孩交好等等 所以这个是第一件 我们希望说他没有后顾之忧 在学校里面 上学的小朋友们 这些子女们 能够让他们觉得说 在桃园 虽然刚刚讲说 心思不像高科技那么的 贡献量力 可是在桃园 咎学环境 他们可以先安心地 大家都了解我们基隆 俗称 雨港 雨都 它下雨呢 一年超过两百天 而且这两百天呢 有一百天 可能是集中在冬天的四个月里面 发生的 所以我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要打造基隆 成为全台湾最多优良室内空间的一个城市 我们首先先打造亲子的空间 我们在我就任的三四个月 我们就打造了两座所谓的室内合同乐园 我们在耶诞节前还可以再开两座 然后在明年第一季还可以再开三座 那现在呢 其实跟这个两位双美的四个月报告一下 我也很开心 现在有很多家长其实会带孩子到我们的室内儿童来玩 因为很简单来说 因为我们室内儿童乐园 虽然是公益的政府空间 但是商业等级 是营业等级 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公益跟社会的一个设施 所以第一阶段我们希望打造亲子 再来我们打造给成人的运动 以及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很重视毛小孩 毛小孩也是跟我们小孩一样的同爱 所以未来基隆希望有很多的很棒的亲子空间以外 也会打造很多毛小孩的亲子的室内空间 我们利用我们的区域形态跟机队被讨一起连结 所以林口我们跟巴默淡水 还有智慧物流 因为我们有台北港 过来后 板桥 新庄 三重 芦州 五谷 泰山 是我们金融跟数位的中心 像Google的总部就在我们板桥 再往南边到了中和新店 我们有高阶遗产 因为双合医院 配合我们的宝高 很多的大的企业技术 再往北走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汐址 知通去 跟我们的南港跟基隆 可以变成一个经骂的王大 然后往右边走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土城的传统的智慧制造 开始转型升级 然后三年文刷可以跟大西整合在一起 面对四个城市如何跨域合作 蒋万安自豪1200元月票 张山正则谈到焚化垃圾合作印象深刻 也希望四个城市共同打造城市生活风格 谢国良认为深化区域合作是必要的 未来基隆捷运的建设将能大幅提升基隆的竞争力 首先基隆一定要合并成直辖市 所以我们跟新北跟双北 还有跟基北北桃跟桃源 我觉得我随时随地都会提醒我们这些直辖市们 应该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一起来谈合并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条件要把它提升 所以我想透过我刚刚讲的把基隆的条件做得更好 透过基隆捷运把周边的整个产业跟就业发展出来 我相信那个时候就会水到渠成 在七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到新加坡去参访 新加坡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在很多政策的规划 他们有一个2030Green Plan 2030绿色计划 而且很明确的执行方向跟做法 比如说他们2030年要再多种100万棵树 很具体 他们在尖峰时段要使用大众运势工具的比例要达到75% 到2030有25%的学校要达到碳中和 所以我们去新加坡也特别去他们的环境有趣部 去跟他们做谈 去了解他们怎么样来推动达到2030进行碳盘的目标 所以台北市我们回来 我们也拟定了每十年阶段性的减盘目标 2030我们要减盘40% 2040希望减盘60%到21% 我觉得我们将来四个城市在这个合作平台上 我希望在一开始 我们基础健身大家都在哪里进行 中央有支持一份经历 大家都非常辛苦 因为捷运所造成的在地交通这个终极 可是我们开始要去打造我们四个城市合在一起 所谓生活平台 生活平台叫什么 就是体育活动是一种生活平台 同化活动是一种生活平台 比如说 我一阵子我再讲新北 你们那个耶诞城 耶诞城啊 我自己搞耶诞城好不好 不好啊 因为我觉得这么近距离我们自己搞的平台城 没有意思 我们过几天搞一个万圣节 万圣节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弄 我们不要弄 万圣节你来弄 大家哦 万圣节以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到蓝白和议题 四人先尴尬微笑对视 张山正说美社入细节不便评论 蒋湾重申朝政党轮替目标前进 基隆市长谢国良则判客问者侯友宜面对面谈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为了要深入社区表达反毒打炸和茶会的决心 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举行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即校园安全座谈会 搭起几名双向沟通的桥梁 以明年1月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 中山分局治安会议 特别邀请台北地监署检察官 进行查会选 防止暴力宣导 加深民众对会选暴力赌盘及假讯息介入等不法犯行的了解 我们如果说是被行贿划划到我们就是接受了 那我们就有可能是受贿罪 受贿罪的规定会在刑罚上比较强 就是在影响 但是还是有信仿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要求别人贿赂或是期约或收受贿赂 或其他不正利的划到别的会構成受贿罪 什么叫做所谓的贿赂跟不正利益 其实在法律上来讲 因为它这个体会在现实上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那当然钱财的部分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贿赂 那其实会比较难判断是所谓的不正利益 不正利益大概可能的形态就是说 例如说一些招待啊 餐饮啊 奖品啊 或者是旅游 交通 裁券 或是带缴一些 比如说威贝啊 或是额睡 然后法管等等 这个都算 其实我们地前组除了电话以外 还有新的这个通报的管道 那我在选举几天我们会设立LINE的账户 那如果说各位有需要提供期资的话 也可以透过LINE的这个账户 跟我们地前组反映 那到时候我们在地前组 做出去的海报上面 都会留下QRCO 随时都可以扫满加入LINE好友 可以供地前组反映 那我们这边是会有专人 负责阅读各位监局的请资 惠中中山分局相关单位 更特别针对试诈反读进行宣导 剖析各式诈骗手法 像是假投资 假检警等 保护民众财产以及宣导新兴毒品危害 避免民众或学生成为无辜受害者 今天召开社区治安座谈会 的一个反汇选的一个宣导 那另外也我们也邀请我们在地的很多意见领袖 等等我们的名利 选手队等等我们做一个中山分局辖区治安状况的说明 以及我们平常的相关的防诈部分的宣导 希望借由我们今天来与会的人员 包含学校一些老师主任等等 希望能够帮我们来多做试诈 尤其是现在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打击诈骑犯罪 我们希望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来做宣导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青少年犯罪的问题 包含接触毒品 包含被帮派吸收 甚至成为诈骑集团的这个成员 这都是我们今天一个宣导的重点 透过联合社区治安会议 继校园安全座谈会 中山分局与辖区民众面对面近距离沟通 聆听民众对治安建言 达成警民合作目的 搭起警民沟通桥梁 共同维护中山区的治安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南港区一在光天化略像 竟然发生抢案 一块来看看 头戴鸭舌帽的嫌犯往前狂奔 多位民众在后方追赶 这期抢夺案件发生在南港警报二路上 50岁的正姓嫌犯与越南籍被害人 在网路上相约兑换人民币 在被害人从银行提领现金15万元 并交给嫌犯点收时 嫌犯竟然用辣椒水喷洒被害人后 趁机逃逸 如果民众见状立即报警并协助追捕 最后成功在三重路一处停车场前 将正姓嫌犯来下 由赶到现场的南港派遇所远警 以抢夺罪现刑犯将正姓嫌犯逮 同时在路旁找到嫌犯丢弃的15万元 本案犯女在网路上 任是可提供换汇人民币服务之正男 双方约定以新台币15万元 在经贸二路106项内换汇交易 犯女将前接款项交与正男检收后 正嫌禁掏出玉藏之辣椒水 朝犯女脸部喷洒并转身逃逸 犯女随即上前追赶 入过民众见状立即报警 并协助追捕正嫌 最终在三重路玉藏银行前人行道 成功将正嫌围捕 南港派遇所远警 同时抵达现场 将遭建议勇为民众拦下之正嫌 逮捕 并在路旁找回遭丢弃之15万元现金 嫌犯身上除了犯案用的防狼喷雾还有一把折叠刀怀疑是预谋犯案 警方调查真嫌犯有窃盗恐吓取材及毒品等多项前科 在网路上声称可抵空换汇人民币的服务 结果却是一场骗局 警方除了将嫌犯依抢夺罪移众法办 由于案情可能涉及地下汇兑等不法交易 将进一步扩大侦办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国民健康署无烟环境宣导影片 找来前电视台运动频道的主播魏华轩 担任代言人 透过运动清晰的形象 说明烟害防治法新法施行的重点 强化民众烟害防治的意识 一起加油无烟环境扩大中 一手烟害己 二手烟害人 三手烟遗毒人间 前电视台运动频道主播魏华轩 与国民健康署一起宣导 无烟清新好环境 藉由热爱户外运动 呼吁民众共同遵守规定 就像原子习惯这本书所写的 每天只要进步一点点 那你一年就会进步37倍 那以无烟环境来讲的话 最近我家终于是无烟环境了 因为我爸爸从小受到同才的影响 他念高职的时候 他们一群男生都在抽烟 如果不抽烟就是不酷 我们就不是朋友 所以他从十几岁抽到现在六十几岁 那为什么他会戒烟呢 并不是因为他的孩子 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女儿 而是他的金孙 银孙即将要诞生 所以我妹妹他的小孩 在今年十月底要诞生之前 我爸就戒烟了 可是我真的从他的戒烟过程很有感 他真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他不是说戒就戒 他是从那种一天一包 然后到一天几根 然后再到一个月几根 然后到最后才戒掉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在抽烟的话 用责骂或责怪的方式 我反而觉得不如你用火力的方式 去让他不要抽烟 不要去影响到周遭的环境 那就我在运动的时候 我非常有感 因为我在一开始踏入单车的时候 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会抽烟 可是为什么他们最后会 也是响应无烟的环境呢 是因为他们有动机 我觉得戒烟需要动机 那我觉得运动族群有两个动机 是大家可以参考的 第一个就是为了交男女朋友 就为了有另一半 他们为了要接近喜欢的人 而开始不要抽烟 然后第二个是为了运动表现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在骑车的时候 一般来讲 大家看我今天穿这样 想象不到我 蛮会爬婆骑车的 那有男生超过我的时候 想说 为了面子问题 我怎么可能被女生超过 所以他们就会加速 可是发现有抽烟的人 你在骑车上洋衣衫的时候 你会听到他活气声明 然后他会想说 天啊被女生超过 实在太没面子了 所以有些男生会为了运动表现而戒烟 后来发现戒烟之后 的确在高强度运动的时候 可以提升他的运动表现 所以通常运动是这两个原因 解烟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要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有些人为了毛小孩戒烟 因为刚才在影片当中有说了嘛 一手烟害几 二手烟害人 三手烟遗害人间 那你们知道吗 那个地毯还有窗帘 当你在抽烟的时候 那些烟的悬不利子会附着在那个窗帘跟地毯 那毛小孩比如说你猫跟狗去舔那个地毯 或是去接触到这些的时候 根据就是研究发现啊 他们得到蛇癌的几率会提高 所以其实有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或毛小孩戒烟 那我觉得无烟环境再扩大这一点 对于青少年和儿童来讲的话 我觉得非常重要 依据国建署18岁以上吸烟行为调查结果显示 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铺露率仍有四成 烟害防治新法为了加强保护儿少免于烟害 修正重点包括禁止吸烟年龄 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 并扩大室内外禁烟公共场所 将大专院校幼儿园托婴中心及居家室托婴场所 列为全面禁烟场所 大家非常惯心我们新发从3月22号14以后 先我们一起规定 特别是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整个五岩环境 就是室内空间或者室外空间 今天的场所在扩大的部分 做一个记者可以来跟透过媒体朋友 来跟我们民众做先到 避免民众在这些场所里面 不小心处防 让我们也在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则 那我们这一次的修法 对于这些场所的扩大 第一个叫包括过去没有纳入的大串燕校 所以从过去的高中之一校 沟通到大串燕校全部纳入 第二个是往下延伸为了保护这个小朋友们 免疫受到厌害的一个委案 所以我们向下到六岩 甚至于这个托婴中心 还有机下室的托婴场所做前面的禁烟 另外有关酒吧跟这个 谈管可能如果没有设西安寺 室内的前面禁烟的部分 这个烟害防治法新法 扩大的这个禁烟场所 为了保护我们的儿童青少年 还有国人的也有二手烟害 所以这个扩大禁烟场所的部分 从我们去年的这个调查里面也发现说 我们二手烟的保护率 大概已经达到96% 那有一些民众的反应就会觉得说 在可能有一些出入人口比较多的室外场所 就比较容易会有人在他面前吸烟 那所以我们的烟害防治法里面就有去调查说 但到底哪些场所他比较觉得有二手烟的困扰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像户外通行的场所 或者我们的公园公井区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连锁便利商店的棋楼 那还有我们这边奴隶的几个场所 所以压防治法的18、19条 其实我们就有授权地方政府 他可以应力自宜 依照他地方的特性来公告禁烟场所 那所以除了我们刚所长提到的 保护我们儿童青少年跟国人 免疫二手烟害五 今年已经在这个三月 扩大的禁烟场所 包含大专校园、幼儿园、婚姻中心 还有居家室的婚姻场所 另外酒吧业宴的部分 就是他要设立有独立空表的这个吸烟室以外 那就要禁烟 那所以我们禁烟场所 大家都会知道说一定要张贴这个禁烟标志 那也不能提供吸烟或吸烟相关的一些器具 不然他就会被罢1万到5万 那我们的行为人 包含我们的民众 如果在禁烟场所吸烟 他会被罚2千到1万的这个罚款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从这个刚刚提到的 疫害防治法持89条 授权地方政府 公告禁烟场所的部分 我们累积到111年里 大概现在已经公告了 2万5千多住的这个禁烟场所 那举反说包含商圈街道 那或者是学校周边 像小朋友的这个通学步道 另外就后车亭 那跟我们的有一些古迹或宗教场所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旗楼的部分 像便利商店或咖啡厅的这个 在悠闲消费的同时 能够享受这样的无焉清新的好环境 没有一手烟就没有二三手烟害 尚未戒烟的民众可以利用国监署 提供的多元戒烟服务 全国有近3500家戒烟服务合约 一市机构协助戒烟 5月15号起接受戒烟服务 还可以免除戒烟辅助用药之部分负担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健康多一点 境外的运动赛事投注风气建盛 有诈骗集团就利用社群软体 吸引受害者投资 根据统计有近百人被骗走了1400万元 画面上是警方查扣的现金金融卡 SIM卡 监视器主机 手机及笔电等证物 刑事局接获献报发现 谢信主席人组织贾薄一机房 指挥旗下成员在IG刊登 带操作下注国外篮球冰球赛事广告 号称赔率5-10倍 获利将近百分百 吸引受害者投资 等民众要出京时在骗局保证金 警方组成专案小组 先逮捕一名IG 昵称某某女神的机房成员 区域机房成员见司机败露 想要逃到太监时 这被警方在机场截获 本对于今年3月份 截获线报指申 有不把贾伯义振扎西集团 在台中嘉义一带经营 我们收到这个线报之后 我们积极于查办 我们先在于嘉义市 查获医命姓与话物室后 又在桃园机场 拦截围不到 想要出境到柬埔寨的市民报复 刑事局向上溯源查获 谢姓祖贤及共犯 并在高雄清查出与机房对接的水房 陆续逮捕水房干部 提款车手 收购人头账户祖贤 及幕后金主等 招逮了18人依扎7罪 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条例 移送地检署 检方已经起诉 谢姓祖贤等6人 刑事局方面再次提醒民众 不要轻易相信从未蒙面的网友投资 以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责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重阳节快到了 社会处携手天爱社会服务协会 在妻妒室内儿童热园 举办了三代玩室内儿童热园活动 适逢雨天奥活动很受阿公阿嬷的称赞 在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嬷以及工作人员陪伴下 小朋友开心的玩几个项闯关游戏 玩完了就进入儿童游戏区内再大玩一场 重阳节快到了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办天爱社会服务协会承办 特地在妻妒室内儿童热园举办三代玩室内儿童热园活动 由于户外气温下降又下雨 因此在室内儿童热园里面办理活动 都受到家长和阿公阿嬷们的称赞 在这个地方玩是很不错 对 外面下雨这边不用淋雨很棒很方便 不错很不错在基隆特别的不错 这个小孩生的东西很多 小孩生的东西很多 人都出去走走看一看 所以这里面也不会压得好就对了 对对对 穿车也很方便 看到大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到现场同乐的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希望赶在年底圣诞节前 中山以及中正两区的室内儿童热园也能够正式启用 冬天一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有觉得不好带孩子们出去玩 所以我们的室内儿童热园就是为了基隆的下雨天而特别的打造 目前正在建制当中 大家可以猜猜看未来在哪边 一座呢会是在中正曲公所的大礼堂 一座呢会在 诶 小心 一座会在中山曲公所的大礼堂 而且我有看过这个设计图 感觉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希望这两座也能够在圣诞节左右 在年底前希望能够顺利的开幕 这样子我们就有四座的儿童乐园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冬天 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兴也表示 在市长支持下室内儿童乐园从11月1号开始将会增加场次开放的时间 方便大小朋友使用 我们11月1号开始在市长的指示之下呢 我们开馆的时间有增加场次 所以所有的爸爸妈妈小朋友 要记得有多了一个场次 每个礼拜三到礼拜五 有四场可以来玩耍哦 那另外礼拜六跟礼拜天也增加了场次 欢迎爸爸妈妈来告诉我们 你们想要早一点八点半开始 还是想要晚一点到六点半还要有场次 最后到七点半来结束 欢迎爸爸妈妈来告诉我们 礼拜六礼拜天你们的想法哦 主办单位也特地安排奉茶的仪式 由小朋友端茶给市长谢国良 社会处长杨玉兴以及早就做阿公的市议员张耿辉 从小学习尊敬长辈崇尚孝道的礼节 民众也带着小朋友 纷纷要求和市长谢国良等人一起合照 快乐庆祝重阳节 记者吴君松 基隆报导 辽民海洋文化基金会 连续三年携手技能士环保局 举办友善海洋绘本征选比赛 每年选出首奖并出版上市 透过绘本艺术落实推动海洋人文艺术教育工作 宣扬2030永续发展的目标 合奖人张晓芬上台 欢迎 这本获得首奖的洋洋和曼曼金 从儿童的视角 深入前出地传达海洋保育 与尊重生命的重要 辽民海洋文化基金会 特别将绘本制赠给台北市 新北市和基隆市 共418所国小 期待透过绘本艺术 落实推动海洋人文艺术教育工作 宣扬海洋保护与联合国 2030年的永续发展目标 我们这个绘本已经进行到 第三年 第四年了 那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绘本是 没有文字的绘本 纯粹图像 那今年我们改变就是用金屯做 这样的一个主题 友善海洋绘本征选成果发表 继赠书仪式上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佟子卫都亲自出席 很多国家其实他们真的 都会把检碳跟环保 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个要务 国家区国外 我们都有很浓厚这种感觉 如果不好好保育的话 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态 以及我们的海洋 未来都会不复存在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陽明海运 这个抛砖引运 赞助了我们这个活动 也赠送了非常多好的书 我想让小孩子认识海洋 喜欢海洋 更进而知道海洋 那如何运用海洋 然后海洋保育的精神 我想在基隆 我们是一个不可破缺的元素 陽明这一次也攜手 国内六大博物馆 及中华鲸豚协会 齐心推广海洋保育 希望透过各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推动优质教育 让更多人关心 及参与到永续发展的议题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我们的新书的活动 再带你来看 国小迷你足球赛 健庸场在五堵国小热血开梯 同时还举行了 人工草皮球场启用仪式 气氛热烈 加油 一 一起来踢球 回答我呢 我先问你 在比赢球的时候 什么部位不可以碰到? 这个超可爱的迷你足球赛在五赌国小展开 参加队伍有36队 幼儿组24队 国小组继12队报名 为了提供小朋友在足球运动 有更安全友善的环境及训练品质 市政府在硬体设施上 花了近600万新建本市第二座人工草皮球场 我们基隆市非常的荣幸 现场看到小朋友家长们这么热情的参与 我们觉得很感动 在这么棒的一个环境底下 让小朋友能够安全舒适 尽情的来进行这一场比赛 这么多的队伍这么多的球员都来热情的参与 我们要感谢非常多的一个赞助单位 包括我们学校以及我们迷你足球协会 还有我们很多的赞助单位 大家共襄胜举 促成这么棒的一个活动 我要代表金融市政府 对大家表示谢意 谢谢大家 比赛现场也安排了 花式足球的互动表演 展现精彩有趣的花式足球特技 让小朋友看得掌声连连 目瞪口呆 小朋友基本上经过训练后 大概两到三年就可以做一个表演了 对 那我自己本身因为学蛮多东西 所以我前前后后大概练了快十年 对那小朋友的技巧来说 因为小朋友刚学 那所以他其实很多东西是有潜力的 对他的方向不一定有一个自视的方向 就可以按照小朋友自己 他上场什么 那他可以做什么是一个东西 对 小朋友们努力奔跑 现场洋溢着欢笑与加油声 这个以游戏为主 竞技为辅的足球教学方式 让孩童在游戏过程中爱上足球 也在竞赛中学习成长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钟传礼举办重阳进老餐会 全场一起大合唱生日快乐歌 邀请105岁的爷爷一起切蛋糕 象征祝福长辈们都要长寿身体健康 全场一起大合唱生日快乐歌 邀请105岁爷爷一起切蛋糕 象征长寿 中正区中传礼举办重阳进老餐会 现场席开16桌 让长辈们品尝美食之外 也让他们出门走动有助于健康 这边的话都是饭桌 大家到后面抽这个奖 每个人都人人有奖 带奖小奖都OK 老年大开心 对对对 那全球能进来 对对对 剩下的话就吃个蛋糕 大家快乐一下 真的很好 因为好像只有我们中正区这一里 有办这样重阳节 让我们这些老年家出来聚聚会 我们这个目的主要是让长者 大家聚聚 每年都看到长者 这个长者受证的 他很辛苦 每天都要带小朋友上课 我的目的只有这样 让大家聚聚上课 超过100位长辈一起用餐 闲话家常 中传礼重阳进老餐会 受到地方重视 除了有三星人士赞助之外 市场府和多位议员 都亲自到场和长辈问好 我想重阳进老是对我们每一个民意代表 跟里长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可以邀请这些长辈出来 走一走动一动 让他们来感受我们的地方的一个温暖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感谢我们中传礼的蒋里长 在过去这几年 不断的来推动所谓的里内长照的相关的一个政策 让我们的老人愿意走出家门 那我相信大家也是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来互相在邻居彼此了解 然后彼此多加的认识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活动 很开心今天能够代表 蓝敏黄蓝议员来参加我们中传礼 举办的重阳进老活动 那我想讲里长非常的用心 他召集的这么多长辈来到餐厅来吃饭 就是为了希望长辈们愿意能够走出家门 只要愿意走出家门动起来 就能够让我们长辈延缓衰老 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的里内 更有活力充满希望 中传礼每年都会举办重阳进老餐会 邀请长辈一起切蛋糕 闲话家常 希望将进老尊贤的观念传递下去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金融市客家事务委员会 特地在客家文化会馆举办重阳节进老活动 对于客家乡亲 希望成立客家一条街的政策想法 市长和议长也都表达支持的立场 客家乡亲们的太古表演 赢得市长谢国良和市议员韩世玉来宾们的热烈掌声 金融市客家事务委员会 特地在客家文化会馆举办重阳节进老活动 金融市长谢国良和金融市议会议长同职委 分别亲自出席参加 并且和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杨玉兰 以及客家同乡会理事长周黄秀梅 以及长辈们一起切蛋糕 庆祝重阳节 市长和议长也都参观客家乡亲们现场制作的客家汤圆 油饭等小吃 更品尝正统的客家麻吉赞不绝口 而对于客家乡亲们希望成立客家一条街的政策想法 市长和议长也都表达支持的立场 大家一起来欢度重阳节 刚刚吃了很好吃的甜的 哇鸡 哇鸡 对对对 我们讲七八 七八 七八 OK 那我也跟客家乡亲报告我们的几个重要证件 包括行人友善 顺点友腾乐园等等 那我也跟大家有报告 我对于大家这个客家一条街的这个证件 我目前还在找寻适当的地点 那未来我也会请我的一位姓林的基要来专案的来负责这个进度 那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区域都是客家的一些特色 这真的是我们非常想做的一件事 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跟客家事务委员会客家同乡会 大家共同努力推广更多的客家文化 那我想客家的精神呢值得我们继续来传承 那我想今天我们这个特别举办这个餐会 也特别展示了我们客家乡亲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美食 希望介绍给大家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市政府可以增加 对我们客家的照顾跟补助 那除了我刚刚市长有提到客家一条街 我们议会当然全力来支持 包含我们现在的民政处长张渊祥 他跟我一样都是妈妈客家人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客家的这个乡亲的事务推动上面 除了文化的传承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客家的精神 还有客家的美食 那我们希望客家的这个 在基隆可以持续的发扬光大 持续增加预算 大家一起来努力 市长谢国良也向客家乡亲报告上任市长后 积极推动的行人友善 环境清洁以及室内儿童乐园等政策成果 而妈妈就是客家人的议长童子委 也强调对于照顾客家乡亲的各项政策及事务 基隆市议会绝对鼎力支持 大大雄心三亿快乐 重用快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